大龄圣女是怎么形成的呢 今天我来分析分析 大龄圣女大概是从17岁到20岁 这一段谈的男朋友应该是比较多的 可能有些人同时就五六个人催她 然后她觉得那时候跟谁在一起都不太适合 她就想找比那15个人还要好的 大龄圣女可能就会有那种心理 她就想要找比那15个人追她的15个人条件都要好的 而且比他们帅的 比他们有灵魂的 特别是灵魂伴侣 然后还要求什么有善良有爱心 可能要求就这么多就越来越多这样子 然后他们渐渐的到了20岁到25岁这一段时间 同样的追他们的人依然很多 五六个都有可能 但是还是达不到她想要的那个目的 因为这段时间基本上大概是过了她 就是谈恋爱 就是追求心灵伴侣的那个时间段了 一般女生谈恋爱 追求心灵伴侣的 是在20岁左右 所以说就是17到25岁之间追求的这个东西 我们男生也一样的 年轻的时候就追求想找和自己灵魂合得来的女生 对吧 男生的话 很多女生追她的话也没用 又她只想找有灵魂的 逐渐的找不到没有灵魂伴侣 然后基本上过了25岁了之后 追的人就慢慢的减下来了 慢慢的减少了 因为很多人在25岁这段时间已经结婚了 已经结婚了 所以说追她的人就慢慢的变了越来越少 那她以为是她还没有遇到缘分的人 当然是你就会这样子 还没有遇到缘分的人 所以说她就把条件越加越高 她把之前追她的那些男人加在一起的条件 就加在一起的条件 有些追求帅高 有情商 有智商 有爱心 还有还善良 还要求车 房 彩礼 她就逐渐的把这些东西加起来 才是她的一个灵魂伴侣 然后出见的呢 到30岁32岁 这段时间还没有嫁出去 那追她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甚至追她的人 还有恶婚的 离异的 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她呢 更是看不上的 更是看不上那些离婚离异的人了 所以呢 越来越少了 然后她追求的那些东西 嗯 很少人也能达到了 基本上能活到30岁 就是到30岁还没有娶老婆的人呢 很难达到她的这个要求 很真的很难达到她的这个要求 一般达到这个要求的人 人家也早已经结婚了 如果年龄再高到35岁的话 男生 如果有人能达到 这个大龄圣女的要求的话 基本上 人家已经是成功的 啊 接业家 或者是自己创业的那种人了 那种人大多数都是 嗯 大多数是已经有老婆 就算是没有老婆呢 她也不愿意去 年龄这么大的女生了 真的 35岁的女生 所以说可以称之为大龄圣女 啊 剩下了 就相当于就是说别人不愿意娶她了 这就是已经是大龄圣女了 啊 到35岁 30到35岁这段时间 别人不愿意娶她的呢 就越来越多了 满足条件的 或者还差一点点条件的 都不愿意娶她的那种很多 很多 所以说大龄圣女啊 最好嫁的呢 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20到25岁这一段 追她的人很多 这个时候 我觉得她就可以选择了 选择性很多了 你就可以选择 啊 条件比较好的 或者是灵魂比较合得来的人 结婚了 你再等的话 没有人会比得更好 会这样子 真的 不要说什么缘分没到 你的缘分其实早就过了 大龄圣女 不是 所以呢 我是建议大龄圣女早一点结婚 啊 要求不要太高了 其实大龄圣女 就是因为要求太高才形成了 嗯 就是说这么多 你怎么会让她进视频 呢 没那么多了 野生 没那么多了 自己 在这一步 这一步 感到